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的频道,我是Sierra 喜欢吃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道菜 麻辣沸腾鱼 我全部申用天然的香料 做法保持了鱼肉的鲜美 还麻辣过瘾 频道上列出了所有我们需要的材料和配菜 蔬菜大家也可以申用自己喜欢的 不建议用有叶蔬菜 因为叶子很裹油 先把配菜切好和清洗干净 我还加了一些木耳 先把它泡软 干净的配菜放在旁边备用就是 我今天申的是鲁鱼 大家可能也关心怎么样去分解这个鱼 你们只需要申择鱼刺不要太多的鱼 海鱼和鱼都没有关系 像草鱼啊石斑那都是比较好的申择 刮鱼鳞要用一个不要太锋利的小刀 抓住鱼头的部分 它就不会打滑了 我是有小洁癖 所以这个鱼鳞一点也不能留在上面 我会刮得很干净的 鱼鳞船布刮干净了 我们才用水去冲洗这个鱼 好了就可以开膛破肚了 打开肚子 慢慢把整份内脏拿出来连鱼筛 就是这样 这样的话即使这个苦胆破了 也不会影响到鱼身 苦胆在两个鱼竿中间 如果有苦胆破了就把整份内脏扔掉就是了 我这个还好 我就把鱼竿和肚子留下 长长和鱼筛把它扔掉 这个时候就要把鱼和内脏彻底冲洗干净 然后沥干水分 好现在我们就来分解这个鱼 起鱼骨头片鱼片 还是很简单吧 鱼肉和鱼骨头我们分两个碗分开装 肚子位置的鱼翅是很长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吃的时候很晕就拿出来了 斜刀片鱼片 片两刀才把鱼切断 这样要看你用的是什么鱼 鱼肉有多大 你们希望片成多大的鱼块 按照屏幕所有的调料 鱼肉需要腌制一下 我两条鱼总共不到四磅重鱼肉片下来大概有两磅多 按照这个配料 如果你们的肉比较多就要适量增加一点 鱼肉楼 内脏我也没有浪费 也倒进去一起腌制 最好能够放冰箱里面 大概腌制两个小时左右 鱼头和鱼骨头我们都不能浪费 我们放两勺盐 然后我们用来熬鱼汤 想要鱼汤鲜美的话 要把骨头和鱼头都要略略煎一下 这样的话它的蛋白质才会溶解到汤里面 汤才会变白 鱼汤煮的稍稍有点变白了 就可以把骨头和鱼头捞起来 不要煮太久 免得鱼头和鱼骨头都煮烂了 然后汤里面再次放两勺盐 我们就分次来把所有的蔬菜烫熟 泡软的木耳把底部硬的那些地方拿剪刀剪一剪 不同的蔬菜最好分开来烫 因为它们熟的时间都不一样 大概烫到七八分熟就可以了 蔬菜都不要烫的太熟 太熟就会变软了 就不好吃了 所有烫锅的蔬菜都可以平铺在上菜的盆盆里了 我把鱼骨头都铺在盆里了 如果你们不喜欢吃骨头的就不要往里放 有没有感觉这些步骤很繁琐 其实做起来的时候还好啦 俗语都有说 好吃的不简单 简单的都不好吃 其实主要是我弄的蔬菜弄的太多了 我特别喜欢吃腐竹 我也喜欢锅一下油 然后再放到鱼汤里面把它们煮开 好我们现在就用这个油来熬香料油 煮鱼肉 只用中火加热 直到油冒泡开了 就马上放姜和蒜末 那就要关火了 不然香料都糊了 不然香料都糊了 把香料隔掉 然后只倒回一半的油到锅里 只需要一半 从冰箱取出鱼肉 倒到热油里面 把它们翻炒一下 我这个锅用小了一点 特别不好翻 然后翻动完以后就把鱼汤 全部倒进去 我这里有点后悔 不应该把那个香料 渣子都倒进去 我原来想着要香一点 到时吃的时候就后悔了 面上撒花椒面 花椒面的量就看你能吃多辣了 把剩下的一半油加热浇上去 听听这声音 香得不得了啊 这就是hot boiled oil fish 好要口哦 麻辣沸腾鱼 我强烈建议要把那些香料倒掉 不要倒回盆里面去 那些花椒和丁香吃的时候实在让我抓狂 喜欢这个视频的朋友一定要给我点个赞哦 谢谢大家